大家好,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羊火腿起司燉飯 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洋蔥1 3顆 德式香腸1根,切片備用 培根使用2片切丁備用 起司片1片 蒜末使用3顆切末 九層塔適量 辣椒還有奶油 這些都是適量就可以了 那調味料的部分就是鹽巴少許 跟雞高湯1杯 還有黑胡椒適量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米量是1杯 那我們剛剛已經先讓它洗淨 放在鍋內 那我們接著把說的食材把它放入 這是德式香腸 還有培根 還有蒜末 還有蒜末 跟九層塔 還有辣椒 還有奶油 接著我們可以放入適量的鹽巴 這邊依照個人口味去蒸末就可以了 然後雞高湯1杯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我們放到鍋內 然後我們蓋起來的時候安全鎖要鎖起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香濃米飯的功能 那預估完成分鐘數是14分鐘 按一下開始 這樣就完成囉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們先將安全鎖解鎖 然後接著打開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我們準備的起司絲把它放下去 灑入適量的黑胡椒粒 把它拌均勻 好這樣子就已經完成囉 好 感谢观看